我們今天要上的內容是監獄刑法的第12堂課 然後主要的章節是在監獄刑法第11章 它的標題是賞罰與賠償 那它的條文就是從74到80條 是它的基本的規範這樣 總共只有7條 但是這個章節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相關的一些執法以及一些施行細則 還是說行星累進主義條例等等 這些東西特別多 所以大家在念這個章節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這些相關的規範來看 那還有一個特殊的點就是 最近這幾年很愛考這個章 因為看了大概至少從民國100年以後到106年 總共6、7年的考題 這個幾乎年年都考這樣的題目 幾乎年年都會考 考的命題的這個考點跟方向 其實都還蠻類似的 蠻類似的 所以說這個地方其實應該要好好把握 應該好好把握 它的難度不高 只是說比較瑣碎一點 大家等一下我們在看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大概的徵點在哪裡 以及考試要怎麼去回答它 好 接下來我們這個本章概說的部分 我這邊就也是一樣留給大家自己看 然後我們直接進入到這個體系架構的部分 體系架構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章節就只有七個條文了 所以簡單來寫就是這樣 它把它分成三大類 這個從七十四條開始 七十四條它是什麼 講賞的原因 這個簡單寫一下就好了 然後等下會再講內容 它七十五條就是在跟你講 講賞的方法 有關懲罰的一些規定 它把懲罰的話比較特殊 是說它把懲罰的原因跟方法規定在同一條 它跟獎賞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七十七條七八條也是一樣 都是有關懲罰的規定 七十七條是說要扣 有關於這個勞作金的部分 扣錢 簡單講就是扣錢 然後七十八條跟七十九條 是不是算是一組的條文 它是在講有關於懲罰的 七十八條是關於懲罰的程序的部分 然後七十九條是關於懲罰 如果說今天有人提出一些意義的話 受刑人提出意義的話 那這個監獄方面要怎麼做 它有可能會把這個懲罰給撤銷 或者是維持原來的懲罰都有可能 那我這邊就寫它主要的規範的內容 它主要是在講撤銷的部分 然後第八十條就是關於到我們這個章節的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標題上面跟大家講的賠償的部分 所以說其實講懲罰與賠償 講懲罰與賠償 但是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講這個有關懲罰的部分 那賠償它只有八十條而已 而且並不難 所以基本上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出來 可以把條文分成三大區塊 就是 從74到75它是有關於獎賞的 有關於獎賞的 然後也可以說獎勵 在76到79它是有關於懲罰的 然後第八十條 它是有關於這個賠償的 所以說 分成這三塊來記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有體系一點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裡面的內容有哪些 首先我們從第74條開始看 74條其實算是一個蠻簡單的條文 考試也比較少考 比較少考 如果真的要講這個章節的話 整個章節裡面比較愛考的 還是專門就懲罰的這一塊 那獎賞的部分偶爾會考一下 偶爾會考一下 那它74條是這麼規定的 它說受刑人有阻列各款行為之一的時候 應該要予以獎賞 它就規定了八款的情況 八款的情況 那這八款的情況 請大家要記 只是說不用逐字逐句的記 就是大概知道這個內容是什麼 這樣就好了 大概知道內容是什麼 那下面有幫大家整理一個 另外一種記憶的方式 就是學者有把這八款 八款再把它做一些分類 做一種分類之後 那在分類之後變成有四種情況 就是這八款可以歸類成四種情況 這個我也把它放在講義上 這個也是提供大家一種這個 就是歸納的一個模式這樣 但是不管你要直接按照順序背 還是按照這個學者 他的這個分類的方法來分 總之就是你大概要知道這些事情 就是監獄應該要給予獎賞 給予獎賞 那這些 這些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會涉及到一些執法 我們等一下就是等到 講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特別 就是補充說明這樣 那這裡在講的這個 有關於這八款裡面 這八款裡面 其實前七款都算是一個 蠻具體的規定 都是蠻具體的規定 他算是列舉的這樣的規定 那但是第八款就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第八款他講的比較抽象 講的比較抽象 有一點像蓋瓜規定這樣 那所以前七款大概 大家看完這個文字 法條的文藝大概都可以知道它的意思 但是在第八款他就要特別解釋 因為第八款他是說 其他行為善良 足為受刑人表率者 那什麼叫做其他行為善良 足為受刑人表率 這個地方就會有一些爭議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這個地方就 監獄的長官說了算 其實也不是這樣 當然監獄長官他算是 一個負責評分的一個主要的人員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標準 他也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說第七十四條的第八款 他所稱的這個行為善良 足為受刑人表率 足為其他受刑人表率 要認定是要什麼 去認定他有符合這樣的標準 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由管教人員 就是監獄的管理人員 從他日常的考核來判斷 因為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在這裏面的 不管你的生活 還是你的這個作業 一舉一動你都會被打分數這樣 都會打分數 從每天的這樣的分數的平等下來 累積 比如說一個月之後 看你的這個分數大概是怎麼樣 如果你的分數是在這個所有的受刑人裡面是 算是名列前茅或者是第一高的這樣 那可能就會比較容易符合這一款的規定 當然還是要監獄的長官 也就是典獄長 他覺得你達到這樣的標準 因為他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說 你到幾分就算是一個行為善良主委表率這樣 所以他這個分數是一個參考 只是說我們要說他是從管理人員日常的考核來判斷的這樣 這是其中一種情況 這是其中一種情況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 剛剛講的是行為善良 行為善良 那這邊有一種另外一種情況叫做 行狀善良 行狀善良 那這個部分就比較特別一點 他歸於在監獄刑法施行細則的第56條第三項 56條第三項